2月9日上午,正在中国访问的加拿大总理哈珀协夫人劳林,来到河北廊坊规划建筑师之家,在河北官员的陪同下参观了中加绿色建筑师范中心。 在中加绿色建筑师范中心,哈珀与加拿大牧业协会建筑学院培训班学员握手,并参观了北美青形木结构民居模型。 哈珀表示,对中国出现这样的绿色建筑师范工程感到惊讶,项目的推广有助于加拿大牧材对中国出口的增长。 中加绿色建筑师范中心是一座棕色三层木结构建筑,由中方设计师设计,采用家方技术规范和材料,具有浓郁的加拿大惠斯勒风格。 据介绍,该建筑的最大特点是整体被一层保温层与外部隔离。 建筑节能效果极为卓越,仅空调一项节能就在40%到50%之间。